李渊 你别生了 放开我 放开我 李渊 放开我 这不是瑞哥前女友吗 听说她跟她那新男友挺爱的呀 两个人在学校每天进进出出的 另外什么校园模范情侣 别说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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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渊哥 走了 凌瑞 我们已经打烊了 我找你 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说吧 凌瑞 你干吗 晓妮 你心里是不是已经彻底没有我了 你是不是喝酒了 我跟魏冉冉分手了 她竟然一直在骗我 你 你冷静点 你说这是不是我的报应 不是 这店里东西砸坏了 老板会扣工资的 我错了 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李渊 你别生了 放开我 放开我 李渊 放开我 李渊 放开我 我给你说了多少遍了 电影都被撒坏了 老板扣工资 你听不听得懂啊 吃想念 有事说事 我跟凌瑞 你和凌瑞是什么样子 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告诉你 我不是你们感情里的阻碍 你们彼此才是 所以如果下次你再这样 对不起 对不起 魏冉冉 我和凌瑞认识那么多年 我太了解她了 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是 我觉得这次 她知道了 两个陌生人 第一次约会 有的人会选择 去吃路边摊 小龙虾 有的人会选择 一起去山上 看星星 看月亮 我和言语是要吃饭的 但是凌瑞她不一样 所以 可能我们从一开始就不适合了 至于你们 再给她点时间 让她好好想想 好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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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过了 才没有呢 我懂 毕竟是初恋嘛 谈了这么多年 但是我不懂的是 刚才说的那些话都谁教你的 自学成才 毕竟是凌瑞的前女友 说起领不领来偷偷食道 那个你饿不饿 我给你做吃的去 你突然想吃糖醋鱼了 行 我给你做 只要鱼和糖 不要醋 但是糖醋鱼没有醋就不是糖醋鱼味 没办法 谁让某人让我把醋都喝光了 那是非常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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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计 订阅 订阅 穆 订阅 订阅